台中市大理區投遍坑溪25日 經傳有大量魚之暴斃 市議員將核樹獲報前往查看 溪中遍布密密麻麻的魚屍 十分駭人將核樹痛批 現場約有上萬隻死魚 疑似不肖業者排放含有重金屬的廢水造成 要求環保局嚴厲裁罰 環保局已派員前往清除 將採樣化驗魚屍 以釐清案情 現在核樹的守在地 在我們大理的投遍坑溪 就是我們的十九架 你看 魚屍有多 幾萬隻 很奇怪 都是禮拜天或禮拜一被發現 差不多我做理長到這次 我們到底台東市環保局在幹嘛 你們說 你們有高科技的 在入水口的部分 你們都有一個測試 都派去了 不然這些魚又是 最主要是我們這些老闆 不要這樣 拜六月拜天還在加班 把這些魚 上一次已經驗到重金屬了 你現在要跟我說這個又是缺氧嗎 這個灌溉區 那全部的豬肉跟菜都不吃 那個死人的性感你知道嗎 拜託一下台東市政府 救救我們好不好 這整個土南風 整個枕頭燒到 不知道到底是我們這裡死人的喔 怎麼會這樣 順行了啦 這在什麼時代了 奇怪 我們的上游 是頭變坑溼耶 那邊上游 那邊上游 水都很清潔 還有上游 想要來這裡 五個魚都要死 再來 居然昨天環保局 跟我們的在地里長說 溫度太高 溫度太高 魚中暑啦 對啊 對啊 你聽不懂 沒有辦法接受的一點 就是說 居然新的名詞 溫度太高 無鍋魚中暑 阿娘喂 海邊的魚都不能死了 昨天最熱的地方 我剛剛看了苦谷 是在架木 阿人架木都沒有死魚 只死魚十九架 我覺得這個我們無法接受